前面一个部分我们基本上谈了所谓的 double-true-measure 里面我们怎么做 算术逻辑跟data-movement 左边的那些指令 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右边的那些指令 flow control 的部分 flow control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单纯的program flow的flow control 下面是所谓的function call 跟return 我们先谈上面那一块 那一块相对容易 下面这一块就会更困难 我们再很快的复习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一个virtual machine 原因是因为我们直接从高阶语言 翻成hack组合员code 或hack machine code 中间有很大的semantic gap 所以我们中间引入了一个virtual machine 让这个翻译稍微简单一些 而且在我们提过 这个会让我们翻译的成本下降 因为当你的source language 跟target platform增加的时候 你会变成一个线性的成长 而不会是一个n乘m的成长 OK 好 那我们谈的所谓的这个flow control 其中就对应到我们看了这样一个结构 那我们程式里面会有这样一个结构 这边其实在做的是这个 如果你应该很熟悉嘛 这个就在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sob abc 就是一元二次方程式的系数 你呢 你这一元二次方程式是as平方加bs加c 等于0 那我要求解 那应该知道会有一个公式解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下面就是如果a不等于0 我直接用公式解 如果a等于0 我的答案是什么 大概是这样 很简单的一段code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code 这一段code呢 最终会被翻译成这个样子 OK 其实这边有些有趣的地方 我们也许可以稍微仔细看一下 顺便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有介绍的这个 variable等inspiration这件事 好 其实理论上这一段code你应该会翻了 因为我们大概if then else 我们大概有翻译过对不对 好 所以说你看嘛 这边很简单的逻辑是这样 如果a等于0 你会走哪一条 a等于0 你就会x等于-c除以b 那如果a不等于0呢 你就走上面那一条公式解 2a分之-b加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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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c 我们这边留下加啦 OK 好 那所以说你一开始要先去判断 a是不是等于0 那a是不是等于0 你要怎么判断 所以a等于0这个expression呢 你会pusha push0 eq 看不上是不是相等 所以你看到我们一开始就pusha push0 然后eq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把这一段code 应该是我们先把这个expression 翻成这一段code 对不对 那测试呢 a是不是等于0 好 那如果if go to if go to就很顾名思义很简单 就是说如果stack的顶端不是0 那么呢 我就会go to到else level 就是0 因为我判断它是不是等于0 对不对 那如果不是0呢 如果是0呢 因为不是0就是true嘛 对不对 我们说if go to就是看stack的顶端 是不是0 是不是不是0啦 就是stack的顶端是不是true啦 你要记得的话我们在hack 就是在virtual machine里面呢 我们用0表示false 用-1表示true 用-1表示true 那为什么-1呢 因为-1就全部都是1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不是0表示true 是0表示false 所以if go to就是说 如果你的stack顶端呢 是true 是true的话 好 好 那什么时候会是true 因为我之前判断是a等于0嘛 那如果a等于0是true 那我应该去哪里 我应该走这里 所以我应该去 if go to else part 因为如果a等于0 我要走这里 所以我跳到这里 所以看else part在哪里 else label在这里 这边做的事情呢 就是这段code做的事情 那这段code怎么做 这段code怎么做 这段code一样就是variable等于expression的形式 所以我先翻expression 那这expression怎么做 -c除以b 所以你可以看到应该是pushc neg 所以变成-c 再pushb 再calldiv 我这边用calldiv 那calldiv 因为我们整个的 算数的操作都是stack的操作 也就是说呢 我把我的操作对象 先push到stack里面 然后呢我再去呼叫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呢 就会把我操作对象拿出来 操作完之后呢把结果放回去 所以呢当我在写函数 这边calldiv 就是div 是一个函数 对不对 这个函数做的其实就是除法 已经写了一个函数的function 我会希望我这个function呢 它的操作方式跟我的一般的算数的指令 这操作方式很接近 也就是说呢 在我calldiv之前 我预期 你已经把你要操作的除数跟被除数 push到stack 所以当你calldiv div这个函数要做的事情就是把 stack的顶端那两个东西拿出来 相除 把除了结果 放回stack的顶端 让我div的操作呢跟我的 硬体资源的加法跟减法是一模一样的操作 都是对stack做操作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嘛 所以虽然我这边calldiv 我希望它做到跟 写div是一样的效果 虽然div是一个 并没有这样的硬体指令 所以我必须要call来完成 可是呢我希望呢 做起来好像我硬体有支援div 因为它的操作呢 会跟硬体的加跟减 操作是一模一样的 OK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OK 所以说呢 你就很容易的把这个expression 翻成这一串的call 然后接下来带一个popex 我就可以完成了 else这一串的 那有写错了 很明显就写错了 要call 对 因为这边不可能不call OK 就是要calldiv OK 我只要告诉你说 虽然它是软体的实作 可是呢 我尽量呢 让它跟硬体的指令 的形式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所以说当你说遇到所有的expression 翻译的时候 都是把upperend push进去 然后呢 依着呼叫软体的指令 或者呼叫硬体的指令 来完成这个操作 操作完之后呢 expect呢 upperend会被拿走 结果会留在这个顶端 那大家的思考都会一致的 OK 好 下面这一块比较简单 那上面那一块就是land part land part 其实只是那expression比较复杂啦 这expression比较复杂 而且里面会有比较多的方圈扣 比如说这边会有 独叫城堡 独叫tigerc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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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其他的想法 起码是一模一样的 你去看的话 所以 compiler翻译其实还满 机械化 因为机械化 所以电脑才不好做嘛 如果compiler翻译需要创意 那基本上 除非我们的人工智慧再更进步一点 要不然的话 目前电脑能够做的事 都是机械化的事 都是机械化的事 就像这边的翻译 其实是蛮机械化的一个操作 就可以做完 OK 狗熟路一下会发现 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基本上就是 主要是你怎么把expression 变成这个expression tree 左边跟右边 然后呢把左边算完 右边算完 然后再呼叫操作就是了 因为你总要把左边的分子 跟右边的分母 都算完以后 才能够把两个相处得到 你要的结果 对不对 那为了要算 比如说左边的那一个分子 那你要先把 左边的-b跟右边的开根号 算完之后把它加起来 以此类分就可以把它展开来 对不对 展开来以后就可以得到 它们计算的先后顺序 然后根据这个expression tree 再把它变成post fit 然后就可以把这整段code翻译出来 OK 这个我们大家很快的复习一下 前面的expression的部分 那这边比较有趣 我们要学的是if go to 跟这些label 不过这个基本上 这一部分其实跟hack的组合语言 很接近 所以这些指令要翻成hack 就变得很容易 相对容易 OK 这些指令要翻译成hack 反而没有刚刚那些运算复杂 原因是因为刚刚运算复杂 通常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memory的操作 跟stake的操作 也是stake的操作应该这样 保持stake的operation OK 这大概是这一部分 然后有了这个之后 它就可以再去透过VM的translator 把virtual machine code 翻成hack的assembly code OK 好 OK 那我们现在以这段code作为例子 就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1月2次方程式求解的这一段逻辑的code 这里面会牵涉到flow control的部分在哪里 if then else high level code flow control branching the code 还有呢 这不定时不定我们上礼拜就介绍过了 那再来呢 function code跟return 这一部分其实比你想象的复杂很多 我们刚刚看到这flow control code 我们都分成两部分 每一部分各有三个指令 上面那一块呢 就是这个label if go to go to go to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容易 下面困难 function call跟return 这边会很复杂 非常非常复杂 因为要support function code 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容易 OK 好 那再来这边有这个所谓的 算数的expression 这我们上班介绍过 所以呢我们真正要介绍的主要会是 我们刚刚讲的第一块flow control的部分 相对容易 以及第三块那里方圈call and return 非常复杂 OK 好 那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第一块跟第三块 这些部分 跟flow control的部分 OK 这边好像也都还好 我应该不用特别讲什么 OK 好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嘛 蓝色的部分就是我们待会要介绍的 第一块跟第三块 OK 也就是呢 右边的这六个指令 然后分成上面三个跟下面三个 OK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上面这三个 这三个相对简单啦 基本上翻成assembly code也很容易 因为这基本上在我们assembly里面都有类似的结构 OK 好 比如说呢 这是我们version machine code 我们可能会写出这样的部分 OK 那你大概可以看出来 我蓝色标示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 go2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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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label 那这个基本上你这样可以看得懂 就是说基本上呢 这边有go2 loop 这边有个label loop 也就是说在中间呢 会形成一个loop 那这loop里面呢 这边会检查出口条件 判断了出口条件没有成立 如果出口条件成立的话呢 它就会跳到end 离开这个loop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应该是个while loop while呢 这个条件 呃 成立 比如说while这个条件呢 啊 不成立的话 成立的话有一个担任 OK 所以通常那边我们判断的是一个 啊 不成立的条件 OK 好 那所以在这边我们说过呢 我们这边牵涉到三个指定 第一个是label c label c很简单嘛 我定义一个label 那这个这个你反过来讲 如果在 要翻成这个hack的组合语言呢 很容易嘛 就括号c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指定很容易翻 下面呢go2c go2c呢 就是说 我unconditional jump 不看任何条件 我就呢 跳到label那边执行 OK OK 啊这个在这个virtual machine里面很容易嘛 对不对 你会先类似一个at c的动作 at c 然后就有一个 0 jump之类的 0分号jump OK 所以这也很容易翻 下面呢 conditional jump是稍微复杂一点 OK 不过基本上我们都只要checkstake的顶端 if go2c if go2c 就是看stake的顶端 stake的顶端 如果是true 我就跳到c 否则的话 就什么都不要做 这个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你要去看stake的顶端 你要去看stake的顶端 OK 而且你要把stake的顶端呢 pop出来 就把它拿掉 看完就把它拿掉 那这个就会稍微相对复杂一点 不过我们刚才有做过pop的动作 大家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 拿出来之后就看那个结果 决定要不要跳 这部分又相对容易一些啦 牵涉到stake的操作会困难一点 所以这三个指令其实 第一个呢 它跟我们之前的hack组合员的差距比较小 所以通常比较容易翻啦 再来就是说 怎么样使用这三个指令 通常也比较容易 因为它跟我们hack的逻辑是很接近的 OK 好 这大概我想是这样 好那这边是一些常见的 机械式的方法 也就是如果我们在shadow code看到 if condition statement1 else statement2 那我们大概有一个机械式的方法 右边的VM code 它会长这样 先做not condition的条件判断 OK 然后呢 if go to else 也就是说如果not成立 那你就跳到else part 去做 否则的话呢 下面做的其实是then part 就是我做statement1 然后呢 跳到这个continue 做完statement1 之后 因为这边是else part 这边是then part then part then part做完就跳到这里 有跳过else part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 所以如果你在high level看到 if condition else 大概就可以机械式的 这样照搬过去 OK 同理呢 如果你看到的是while condition statement 那你大概可以做这样的 机械式的操作 一个label loop也好啦 continue label也可以啦 OK OK 好了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会形成的路 不要形成的路 那我们左边做的是not很明显的 条件判断 离不过度 那我们就要离开 离不过度 我说的话做Loop 80 那这样回来 所以看到一个 话有回旋 大概也可以这样机械式的翻过来 OK 好 呃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也比较困难这一块 Function Call跟Return 那这边有牵涉到三个指令 Function Call跟Return Function本身比较容易 它是做一个定义啦 我定义一个Function 那Call呢 就呼叫一个函数 Return呢 就是这个函数做完了 要回到呢 呼叫你的这个函数 OK 那这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一个 刚刚看到这个 high level language call 里面呢 这个SQRT 就是一个subroutine 那我们知道 从C的逻辑来看 一个复杂程式是由一大堆的函数 所构成的 也就是说呢 我把一个复杂工作 切成很多的小的工作 每个小工作呢 是由一个函数来完成 那我借由呢 呼叫这些小工作 这些函数来完成小工作呢 最终呢 联合起来完成 我真的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一个什么叫做 procedural language 我会定义一大堆的procedural 藉由这些procedural之间的交互合作呢 完成整个procedural language 这个角色 OK 好所以呢 在这种procedural language 里面 像C 这种language里面呢 subroutine的定义是非常重要的 subroutine的定义非常重要 OK 那所谓subroutine呢 其实就是 一个小的program 基本上 那它解决一个特定的一个问题 OK 那它有一个参数 它有这些问题的参数 那你最终呢 解决这个问题 那通常呢 会传回呢 適当的结果 OK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说 定义函数是在延伸你的 这个 语言或者是machine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语言或者machine呢 它有一些基本的能力 比如说 我们的bushion machine 它基本的算数能力 只有加减跟负号 那我可以定义mul这个乘法 这个subroutine 来让我的bushion machine 具有乘法的能力 所以我们才说呢 subroutine呢 某种程度上是在 延伸我们的语言 或机械本身的能力 OK 可是呢 我们希望这个 就像我们刚看到mul的定义 我们希望让这个软体定义的 这个subroutine呢 跟我们硬体的指令呢 它的语法跟逻辑上面 用法上面呢 尽可能一致啦 这样你用起来 就所有的算数运算 都是这样来用 假设呢 我的upperwaren在stake的顶端 我呢 就是把它们拿出来 算完之后 结果再push回stake的顶端 让我这些 这个指令跟subroutine的用法 尽可能一致 使用起来呢 从progamer的角度来看 会比较容易 比较不容易犯错 OK 好那现在问题是怎么样 让 怎么样去实作 function跟return 这件事 其实我们刚刚讲过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特别是呢 当你希望能够支持的呢 多层的nasty code 一层 一个函数 呼叫另外一个函数 再呼叫另外一个函数 我们什么nasty code 再来呢 特别是我们想要支持 比如说 nasty code的极致 就是recussive code OK 那我们怎么样去提供适当的机制 来support这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事情 我在那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些 定一些基本的名词啦 好那在bungeon code里面呢 通常会牵涉到两个player 第一个呢是所谓的caller caller就是呼叫韩式的那个 通常就是这个指令啦 call 所以这边呢 这一段caller 这是个caller 它可能是个subroutine 它可能是个subroutine 那只是在这subroutine呢 我们会呼叫一个call and url 所以它是caller 呼叫韩式的人 那被呼叫的人呢 叫做calli 就是被呼叫的人 OK 在我们的case里面 就是mult这个函数 OK 所以mult这个函数呢 就是被呼叫的人 所以在我们这个case里面 我们会有caller跟calli caller就是呼叫韩式的calli 就是被呼叫的人 那在这个整个的story里面呢 我们让这两个player caller跟calli呢 各有一些工作要负责 各有一些工作要负责 也就是说呢 你未来完成函数的呼叫 要有一定的事情要做 那这些事情呢 是谁来做 我们通常要有个规定 当然有些事情很明显 必须是calli做 有些事情很明显 必须是calli做 可是有些事情呢 calli做也可以 calli做也可以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要有个规范 谁来做 那称我 这我们都称我所谓的protocol OK 这个我们该之前不要也没讲过 protocol 这在你们大山上network的时候就会谈到很多的protocol 就是规矩的规范 或者这个通常是在所谓外交礼仪上面的一些规范 OK 那在电脑里面就是延伸到任何的规范 我再讲一次喔 为什么我们要规范 因为我们说呢 函数的呼叫要做这些事 有些事呢 是calli要做 也是calli要做 这是很明显的 可是有些事呢 谁来做都可以 那你就要说呢 那到底我们谁来做 好 我举个例好了 你要呼叫一个函数 首先你要把你的所谓的参数 在我们的case里面 我们希望你把参数呢 push到stake 那如果你把参数push到stake 这件事应该caller做还是calli做 很明显caller要做 因为calli根本不晓得参数是什么 比如说你要现在做 你现在做比如说我们这个case是9乘3 对不对 被呼叫那个人怎么知道9跟3 9跟3只有呼叫的人知道 所以呢 caller 必须要把9跟3push到stake 所以他会先 好 这边去就push 这边跳到就push9的意思 嘛 对 对啦 应该是7加2吧 push9 push3 call 所以把参数push到stake 那这个是caller一定要做 你也是caller做 因为calli不会做 对 像这种事情 很明显的是caller做 好 那push完以后我做call 做call以后呢 我以原则上呢 我就会把我的控制权呢 转移到这里来 对不对 然后呢我就开始做一件事情 做完之后呢 我要把我的结果呢 push到stake的顶端 好 那我问你呢 把结果push到stake的顶端这件事 是caller要做还是calli要做 这很明显是calli要做嘛 因为caller怎么知道结果是什么 caller如果知道结果是什么 他就不用呼叫你啦 对不对 所以你算完之后 你要负责把结果放到stake的顶端 这个也很明显 对不对 好那什么事不晓得谁要做 好啦 这些参数用完了 我现在已经结果算出来了 我要准备return 那这些参数谁要把它清掉 就是9跟3 知道吗可以什么9跟3 谁要负责把9跟3拿掉 这件事情caller也可以做 如果calli也可以做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规定是什么calli做 那也就是说呢 calli不要把9跟3拿掉 你只要把呢 27 push到stake的顶端 我就re turn re turn回来之后呢 大家已经讲好了 对不对 我知道你没有把我push的9跟3拿掉 你把现在的结果放到最上面 我就把你re turn的结果先存起来 然后呢 9跟3你要不要拿掉是你的事啊 因为说不定9跟3你还要用也不一定 所以说呢像这种case 把argument从stake拿掉 calli也可以做 calli也可以做 那问题是说呢 你规定谁做 你规定谁做 就会有不同的scenario发生嘛 对不对 如果你规定caller做 那么呢calli就不要把它拿掉 回来以后呢 caller就有个自由度 要不要把9跟3拿去做其他用途 否则的话呢 他就先把re turn存起来 把9跟3拿掉 会稍微复杂一点啦 因为re turn现在在stake 顶端 下面还有两个 可能是你要丢掉的垃圾 所以整个stake呢 就会 操作上会更复杂一点 也就是9跟3如果你不要 你可能要把27先拿出来 把9跟3拿掉再把27放回去 它会达到你要那个stake的样子 或者是你直接就让calli做 calli呢就把9跟3拿掉 他直接就把他拿掉了 反正呢他规定是我要拿掉 拿掉以后呢 算完结果把27放回去 stake很干净的 stake的顶端是27 那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谁做都可以 可是我们有个规范 不要calli也做 calli也做 如果calli也做 calli也做那就完了 那stake就整个状态就乱掉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protocol 那这一部分呢 有时候是没有说谁做好 所以就只是规定而已 我就只规定而已 可是每一个machine 每一个language 都要有个固定的protocol 要不然就会乱掉 好的 你大概了解这个中间会发生的story 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订定protocol 这样的一件事 但我只是举些例 还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 local variable 谁要负责locate的空间 这也可以在calli做 也在calli做 也在calli做 等等 ok 好 那ok 那这边我们看到 在mult里面 他可能会有这些指令嘛 这边是我们看到if then else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会用到 所谓argument的segment ok 好了最终呢 他会把 你可以看到最终呢 他会扣一个 fushLogo1 Logo1只有result的面数 大概return ok 这大概是整个的这个 function call跟return的 大致上你知道的player 以及他们大致上要做的事情 ok 我们待会再讲细节 那这边要牵涉到三个指令 call function跟return 就是我们 主要谈的vitcher machine里面呢 跟function call return有关的三个指令 ok ok 那我们这边刚刚讲到 就是说 我们要先入我 我这个入就是protocol 就是protocol 那 这些protocol就规定 首先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 第一个呢 caller 会把需要的argument push到stake里面 然后呢 去call function ok 然后colly呢 会负责呢 把argument移走 好像在这个case里面 我们是要求protocol规定 被呼叫那个人把stake搬走 而且呢 把stake那个结果呢 放到stake的顶端 这样 当你再回到colly的时候 整个净效果 就跟一般的ADD跟SUV 做的事情是很类似的 这一个 你看我们ADD跟SUV argument也是 ADD跟SUV 会把它pump走 所以说呢 在我们这个case里面呢 我们也要求呢 colly要来做这个argument的moving removing 要把它移走 ok 他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会比在scenario 大家会长得像这个样 会有这么多事情发生 方向call跟return 会发生这么多事 一开始呢 caller会把需要的argument push到stake的顶端 然后呢 用呼叫colly 用call这个指令 来呼叫colly ok 好了 接下来 caller的state 要被储存起来 什么是caller的state state state 像是sp lcl argument 都是caller的state 因为你注意到 我们现在caller 去呼叫colly 可是caller还没结束 对不对 待会return的时候 我还得回到caller 所以caller呢 他的状态 待会必须要被还原 必须要被还原 你要记得我们的lcl跟argument always maintain 现在正在被执行的function 的local跟argument的segment starting edges 所以当我的控制权 从caller转到colly的时候 lcl跟argument 必须要转到caller的local跟argument 对不对 可是呢 本来caller的local跟argument 这两块memory segment 并没有被丢掉 不能被丢掉 而且当控制权转回来caller的时候 我必须要把lcl跟argument 重新指回caller的local跟argument 大特中的意思嘛 所以像这种状态 也就是说呢 当你希望caller return的时候 哪一些东西要被复原的 哪一些东西要复原的 像我刚刚觉得例子 sp要被复原 lcl跟argument要被复原 要回到呢 你呼叫caller之前的状态 这些东西呢 必须要被存起来 这一部分蛮重要的 ok 那这会是谁来做 如果有virtual function 你可以假设virtual function 这硬直 会帮你做完这些动作 如果你实在做caller 那这些东西你就要做了 你要写一堆的hack hack的severy code 来做这些事 ok 好 这是隐藏在后面 在function code 隐藏在后面 你必须要去做这个caller state的 的储存 ok 那再来 我们就开始进入到colly了 所以我先帮colly呢 把他的local variable所需要的空间 保留下来 ok 就我们这边讲了 把他的local variable的空间保留下来 保留好之后呢 我就开始去执行呢 colly的指令 我就开始执行他的指令 好 执行结束之后呢 我呢 这个colly呢 是 会把这个结果呢 放到stake的顶端 就return value 他会放到stake的顶端 ok 然后呢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 我会把所有的argument 通通清除掉 ok 通通清除掉 然后呢 把colly 之前我locate给他的空间呢 把他的全部recycle 就是还给作业系统了 然后呢 我去还原colly colly的state 最终呢 我再把控制权呢 还给这个colly ok 好 所以你看到这么多事情 蓝色的部分呢 实际上我们对一道方圈colly 黑色的部分呢 都是你私底下在后面 必须要帮他做的 ok 也就是说呢 这一些其实就是return 当我呼叫return 这个function的时候 我后面自己要做这些事 这些return的方圈 发生了很多side events 他叫return 会做这些事 那这一块呢 是function做的事 这一块是function做的事 ok 蓝色的是explicitly 你有一个指令对应到 就是colly 方圈跟return 蓝色的 对 实际上你有看到指令 黑色是你 你有做一些事 可是呢 他是藏在后面做的 ok 不过你可以看到呢 一个function的code跟return 发生 其实后面做了非常非常多事 虽然你表面上是看到 function code return三个指令 可是实际上呢 你后面不要做一堆的事情 ok 好 再来看这些细节之前 我们先来看 是为了function code跟return 大概是什么样来发生 让你大概了解一下 这整个的进程 大家长什么样 ok 好 首先呢我们看到最左边 有一堆code 那我先大概讲解 这个code 实际上做什么你不用管 可以看一下这个单量 首先我个function a function a 基本是我的man function 那我man function a 里面呢 我扣了function b 扣完以后呢 再扣function c 那 function b呢 会去扣function c 跟function b function c呢 会扣function b 没有扣所以呢 它是本期的 OK 好了 我的最右边的一个state 那基本上呢 我们也把这个calling state 你要记得的话 我们把所有的subroutine的状态 都保留在stake里面 包含那argument local variable 等等的 以及state 我们都把它保留在呢 stake里面 所以呢 这个也称为所谓calling stake 它就能在描述呢 你的function call的状态 好 我们稍微 勾输一下 这整个整个的流程 OK 以及呢 这function call的过程里面呢 你的calling stake呢 会是怎么样来改变 OK 好 所以我们开始 我们说我们从function a开始 所以我start a 我开始执行function a 对不对 然后function a呢 它会先去扣function b 我再等一下 我call function a的时候呢 我的a的状态 因为a也是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被call了 所以说呢 我的stake的状态呢 我会把a function的 你把它叫context 就是a的argument local 它所需要的state等等 都存在stake里面的某处 a也是在stake里面 现在是在最上面 或最下面也可以 因为stake现在往下涨 所以一开始我call function a 我就把a的状态呢 call都存在stake里面 好那function a呢 又会去call function b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 因为a还没有 a还没有被return啊 所以a的资料呢 还要存的 所以说呢 我就在呢 function a上面呢 再放一些function b的状态 所以我calling stake 会长得像这样 这边是function a 需要的那些local argument 这边是function b 需要的local argument 这在我stake里面 会这样长 所以 所以我call function b 好那function b在哪里 方便 b在这里 方便 b里面呢 又会call function c OK 所以呢 我再去call function c 那同样的道理 我必须要把function c的状态呢 加到stake里面去 因为a跟b都还没有return嘛 所以a跟b的状态不能被丢掉 所以我必须要把c的状态再丢进去 OK 好那function c 進到方便 c 方便 c又會call function b 所以呢 我会把 function d的状态 存到stake里面 我说到这个时间点为止 我的stake长得像这样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就是说 a code b b code c c code d 确实我们callin的sequence 就是a code b b code c c code d 而且呢abc都还没有被return 所以呢 我必须都要把他们的状态 留到stake里面 OK 好 那你看function d 方便 d 很单纯 所以他什么 他做完他做的事情 有他的return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的function d 会end 方便 d做end 以后呢 表示这个方便 d 就不会再被用了 因为他已经return了 也让他状态呢 就不重要了 因为不会再回去了 所以这些状态呢 就可以被丢掉了 所以我就把方便 d 呢 从stake里面拿掉 当他end 或return的时候 他的状态就可以被清掉了 那我回到哪里 回到方便 c 哦 因为我这边 扣他的是方便 c嘛 对不对 那执行完我就回到这里 所以我回到方便 c 确实你把d拿掉之后 你现在的状态就是方便 c 我把控制点交回方便 c 把状态呢 回到方便 c 因为我在 执行方便 c 所以我的状态呢 要保留呢 或者是改成了方便 c的状态 OK 好了 方便 c呢 最后也结束了 所以呢 我会end 方便 c end方便 c 一样道理 return了 所以他的状态就不重要了 我就把它拿掉 OK 我把我的控制权呢 交回方便 b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stake呢 就是a跟b 底端呢 就是我现在被执行的方便的contest 批这个方便的contest OK 那可是呢 我后面呢 我这边return嘛 就在这里 下一个又扣方便 b 所以呢 我会 进入方便 d 那一样道理 我就会把 现在被执行的指令的状态 push到stake 所以当我进入到这一点的时候 应该我进入到这里的时候 我的stake会长得像这个样子 abd 我现在是进入到 这个方便code 我现在执行这个方便b 那这个方便b 是来自于方便b的方便code 所以说我现在状态是 a扣b b扣d 就在coding stake 会长得像这个样子 ok 好了再来呢 方便d结束 又回到方便b 那方便b呢 也结束 ok 所以and b 那一样 and以后 也结束 回到哪里 回到这里 接下来又扣方便c 那所以又把c放进去 ok 那c又扣方便d 你可以想像 对不对 然后再结束结束结束 然后就回去回去回去 ok and d d消掉 and c c消掉 那最后呢 and a 整个拿掉 整个程式结束 这个就是我们去问我的coding stake 所以当然在呼叫的过程 你看你的stake呢 会随着你的方便call做消涨 那注意点就是说 还没有完全完成的函数 它的状态 必须要被保留 所以它会留在stake里面的某处 被retain的函数 它的状态就可以被丢掉 如果从stake里面就把它pope掉 所以calling stake会保持我们的calling calling的关系 谁call谁的关系 而且你注意到这个calling 基本上是一层线性的 它不会说它同时call两个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stake呢 很好的去model它们之间的呼叫的关系 跟保留它们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函数的状态呢 存在stake里面 有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现在被执行的那个函数 一定会在stake最顶端 我一直只需要用到stake最顶端 剩下的东西我只把它保留着 我还不会用到 所以基本上这个call的关系呢 很符合一个stake的性质 最后被呼叫的 会第一个被拿走 最后被呼叫的 通常会是第一个retain的那一位 ok 这大概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可以拿stake呢 来check这个substake之间的callin的关系 以及保留它们之间的一个状态